你覺得這樣比較像耶穌還是比較像樹木棚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生少年 很多老司機他做了20年 做了30年 都不知道螺絲應該怎麼說 而螺絲呢 他就在工業的普羅大眾當中 最基礎最重要 那螺絲為什麼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呢 講個例子 好比說今天你在高速公路爆胎了之後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趕快下去打電話 於是就會衝來一個道路救援 然後呢 快速推上新輪胎 就會有人快速拿出空壓機 然後一次跑到你的輪胎旁邊呢 然後用Air Range快速把輪胎繃緊之後呢 就會跟你揮手說再見 於是你就快快樂的繼續上路了 不過你有沒有想過 這其實是造成汽車輪胎裡面 重大事故發生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樣一個輪胎在繃緊的時候呢 你並沒有按照一個扭力板手的數值 去做一個該有的數據 然後讓它去固定 而是一次把它吹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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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整個輪胎當中呢 總共有5顆螺絲 而它用氣動板手快速把它逼緊的狀態當中呢 裡面會有單獨有一顆螺絲 它的力量會吃的特別緊 而且因為這樣的動作呢 你並沒有辦法幫你的5顆螺絲裡面 平均分散它的力量 所以呢 不管你是在高位工作上面 還是你在一般的汽車修備場當中呢 其實你剛剛看到師傅 他用氣動板手一次把他 砰砰砰砰砰砰 一次把他全部打到最緊 這樣子的狀態下 他是不可能讓你的輪胎 能夠好好的安裝 而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呢 你可以從台灣的勞工市場 跟勞動力的發展的歷史當中去看到 並沒有人會願意花很長的時間 好好的去縮好你的日子 這也是為什麼 這一集我們要拍螺絲鎖了二三十年 你還是不知道螺絲應該要怎麼鎖 那每一個螺絲到底應該怎麼鎖呢 其實在每一個螺絲 他在出廠的時候 他的原廠都有給他應該要有的原廠係數 比如說今天這個螺絲 我們原廠他給的就是要鎖到10公斤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拿副廠的 或者是你拿別排的螺絲 把它鎖到10公斤 他可能就會爆掉 因為每一個螺絲呢 它的熱處理方式 跟裡面的碳含量係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個人能夠支撐的實力 也是不太一樣的 就像你老婆能夠承受的抗壓力 跟你媽媽承受的抗壓力 絕對也是不太一樣的 媽媽算是 媽媽算原廠 娶進來的老婆算複長 所以不管是機械業 汽車業 還是家具業呢 所有的東西東西會爆掉 或者是你東西會被鎖壞 其實最大的問題 除了材質之外 另外一個關鍵就是扭力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的輪框 一些輕量化的鋁框呢 你如果用著原廠的係數去鎖 那它就會崩牙 所以這時候應該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可以告訴你 三個簡單的邏輯 第一個 如果你用原廠的螺帽鎖的時候 你就用原廠的螺帽上面 標示的公斤數跟牛頓米去鎖 第二個 如果你在改裝物品上面 它並沒有標示的時候 就用原廠的標準去鎖 那它可能會爆 第二種 如果它改裝品上面呢 有寫它的非原廠的 應該要鎖的係數呢 那就請用上面的係數去鎖就可以了 所以簡單來說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如果真的沒有的時候 請靠老師鎖 不過那你在汽車業界 為什麼會看到很多人都用氣動板手鎖 而不用電子扭力板手去鎖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願意花多一倍的錢 或者是花更多的薪水 付給那些願意幫你 細心調整的輪胎老師付嗎 我會 可以想像一下 在一般坊間你換個輪胎 它的工錢才多少錢 但是如果今天你用電子扭力板手 去每一個側 應該要鎖到多少磅數的輪胎的時候 它可能會花的時間 會比它一次在那邊 噗噗噗噗噗噗 大概會多到一倍的時間 當然用氣動扭力板手並不是錯的 而是你在最後有沒有用電子扭力板手 去校正每一個的係數 它是不是我平均附著在你的汽車上面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鼓勵大家 日時提供施工品質 日時提供勞房清水 日時老闆買更好的工具給我 總而言之我們希望 就是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用更好的品質 然後又有更高的價錢 去做出更好的東西 在美國跟在中國 其實他們是有法規規定 你所有的汽車輪胎在上路之前 它必須要經過扭力板手 去固定每一個螺絲它的緊迫程度 不過在台灣沒有 支持台灣立法扭力板手 支持台灣真的選立法我 而且他們還會就出事情 但是有一天我做禮物是什麼 每一天都在本地去板手 這樣算慧弦嗎 賺啦 不過話說回來 這些有關生命安全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應該用好好的立法去規範它 所以說一般你在換輪胎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注意看 幫你鎖過的那個師傅 他除了有沒有用電子扭力板手之外 他鎖的方式是不是用著對角的方式鎖 也就是說 當你拿到一個輪胎的時候 上面會有五顆螺絲 而這五顆螺絲 大家都知道鎖的時候 要鎖在你的對角 當這五個對角當鎖起來 就變成一個五芒芯 今天阿仔是教大家一個秘星的一個術女 以最遠邊為起點 尋找下一個最遠邊 這一句話 記住一輩子受用 也就是說 當你考到一個不規則形狀的時候 最遠邊在哪邊 這是第一個 第一點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這個螺絲第一個鎖在這裡 當你的最遠邊找到了之後 下一個它的最遠邊在哪邊呢 也就是全部的距離裡面 它的距離最遠 所以它就是你的下一個最遠邊 以這兩個洞來說 它的下一顆距離比較遠的是這一邊 所以我們下一顆就是在鎖這一邊 然後最後你再來固定你的最後一顆 這樣你就能夠確保你的整個鎖固面它是平均受力的 所以通常在鎖固螺絲的時候 我們會先找最遠端的 然後這個圓端鎖完 然後再來鎖這一顆 然後最後這樣他們才能夠平均的分配它的施加壓力 那如果我們不照著我們講的最遠端的規矩鎖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樣呢 我們一次把第一個螺絲把它繃到最緊 然後呢一路鎖到最後一顆 你會發現它會有一個左右磁力 但是它很磁力的狀態下咧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其實已經呈現一種不均勻的狀態了 你的這個每一個圓圈呢 它的力量都已經往上跑了 那真正關鍵的地方在哪邊呢 請看側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V型 我們已經把它鎖緊了 但是它的呈現一個V型的角度 當然一開始你把這個第一顆繃到最緊的時候 其實現在的整個力量都吃在上面 也就是說今天換成你的輪胎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你的輪胎的力量大部分都吃在這顆的螺絲上 而其它的螺絲呢 它的力量並沒有辦法幫你平均分散 說了這麼多故事跟小知識呢 那話不多說今天回到我們故事主題 扭力 話超多已經講了快半個小時了 扭力是什麼呢 首先你可以想像一下你家的喇叭鎖 或者是能夠轉動螺絲的螺絲起質 也就是說有一個支點再加上一個旋轉的動作 再加上利弊 而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叫扭力 扭力的基礎呢 你可以從槓桿原理上面去做於延伸 但它最大的重點呢 就是它多了一個旋轉動作 旋轉動作 不過我們今天要說的扭力呢 跟我們內燃機引擎的扭力呢 是不能夠相提並論的 雖然它的名詞是一樣 它的英文單字也是一樣 但其實那是另外一個事件 關於內燃機的扭力啊 我們好好再拍一集給大家認識認識 而我們今天所提到這個扭力 它是怎麼樣運用在工業上的呢 其實最常見的就是把螺絲繃緊這件事 但是螺絲繃緊的時候 你會通常遇到兩個狀況 第一個 繃太緊的時候 你的內六角的螺絲會爆掉 第二個就是當你鎖固的太緊 你的被鎖固的物件 它本身也會裂開 當你突然把一個東西鎖到太緊的時候 其實你的弓箭上 不管它是Arumi 它是鐵 它是木頭 它是什麼樣的材質 它都會因為螺絲鎖固的扭力 而造成你弓箭上面的傷害 只是有的時候小到你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今天當你鎖的Asobe太大 或者是你沒有把這個東西鎖固得很好的時候 它就會震動得非常厲害 這就是為什麼 當哈雷重機 它每次騎到一個里程速的時候 它必須回到原廠 並且用扭力板手去鎖固它的每一個螺絲 跟大家講一個都市傳說 聽說哈雷其實是鎖得緊的 它是不一定要這樣子 但是它為什麼要故意讓它鎖不緊呢 聽美國人說 這樣子才有生命的跳動感 不過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當你今天的公司SOP都設定好了之後呢 如果今天你要鎖螺絲 這個時候呢你就要注意 當你在鎖的時候咧 有時候你會感覺它緊了 不過其實你的東西根本沒有夾到你的弓箭上 也就是說你根本沒有做一個很好的鎖固 為什麼呢 你的螺絲它可能上面已經受傷了 所以當你的螺絲在固定的時候 前面可能很順 但突然到螺絲損傷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力量全部都會花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當你用扭力扳手 在鎖固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沒有去做到緊迫的力量 而你是在跟你的牙在互相對抗 這個問題很智障很容易發生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車場就是長這樣 然後蹦下去你就把你的螺絲鎖斷了 不過話說回來呢 既然大家都知道 不能鎖太緊也不能鎖太鬆 但是什麼叫做緊什麼叫鬆呢 通常對老師傅來說 你所謂的緊它不是緊 你所謂的鬆它也不是真正的鬆 你拿 你拿 你拿哪有機 是時候表演真正的技術了 你們這群屁眼鏡比緊還差10萬8千里 而通常你提到這個鬆緊的問題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探討到鬆緊的標準化 這個東西呢 在一般的工廠裡面可能用不太到 不過這些如果在一天你要鎖到3萬顆螺絲的工廠呢 一個螺絲鎖不好 你可能整個貨櫃都會被偷回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應該用什麼當依據呢 首先第一種是用科學家用技師用數據的方法去記錄 每一顆螺絲你應該要鎖到多少 但這個東西成本相對來說很高 而且你在私信上的確是不太容易 而且當我們現在面臨到勞工老年化 年輕人不接手 要螺絲又找不到人鎖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你用第二種方法 如果當今天你的老師傅要退休了 但是你的工廠裡面全部300多人都是笑蕾娜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訂出這個數據呢 用盲鎖 首先呢你先找到一個老師傅 然後呢打開電子扭力板手喔 並且呢在上面選你要的單位值 比如說公斤 好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請老師傅來盲鎖 好我來 輪不到你 首先呢你就找一個老師傅把他眼睛蒙起來 然後用力的鎖下去 好高啊幾公斤 2.9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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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場規定2.97公斤 2.9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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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呢這個生產線以後呢 這顆螺絲就是用2.97公斤 一路要去鎖下去 將之呢就能夠保證你工廠出廠的東西 跟你出廠的機器不會落來落去啦 當我們盲測結束之後呢 我們已經制定好了SOP裡面 你的公司應該要鎖多少的扭力值了 或者是你的汽機車工廠 或者是你的設備工廠 你要怎麼樣能夠精進你的機台的準度更好呢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靠這兩個東西 機械式扭力板手 部位式扭力板手 幹什麼東西 我手上拿的這個扭力板手呢 它其實是台灣非常老的工業品牌 Stand 試點工具 在美國呢長得很像Hatsuki的那個品牌 其實也都是他們去製作的 如果你上網搜尋的話 你可以打4點工具 你就可以找到他們相關的介紹 跟他們的品牌價值啦 我們曾經看到過非常多的工廠 比如說台湧基金機啊 油順機密啊 或者是精氣啊 然後還有接下來會做一些非常厲害的 就是國際級的避震器的品牌 他們在每一間工廠裡面一定都會有這個東西 就是要機械式扭力板手 跟數位式的扭力板手 而這東西是要拿來幹什麼 跟它的原理到底是什麼呢 根據不負責任的歷史的說法呢 在二戰的時期是人類第一次大量使用扭力板手 然後作為一些飛機上面的定位 跟一些戰爭工具上面的定位 而說到歷史上扭力板手的專利呢 就是1931年的時候 Jump of Chicago 你看到就這樣下去 Jump H Sharp of Chicago 這個人呢他申請了專利 但維基百科裡面也提到 康倫巴他在1918年的時候 他聲稱他自己也是第一個做出的扭力板手 不過這件事情就是 像神功像兄弟啊 所以這集也告訴你了 專利很重要 所以呢如果其實你只要加入我們的會員影片 超過半年以上呢 你都可以使用超認真的律師團來為你打官司喔 雖然說呢現在扭力板手的技術呢 它已經把很多的零件 越來越精簡化了 不過在這一兩百年之間呢 其實扭力板手的原理都還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原理就是呢 用彈簧去頂住板手頭 當扭力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彈簧頂住不動的時候 彈簧就會被壓縮造成的板手頭 瞬間打滑 造成一個滑動的情況 所以在Bug的那聲 使用者感受到板手滑動的時候 也就是扭力到了 而這個下面旋轉的刻度呢 就是在調整彈簧力道的刻度 也就是說呢 當你的彈簧的力量越大的時候呢 你的參數就會越大 所以通常你拿到機械式扭力板手 你要怎麼使用呢 首先上面就像Kali-Kali一樣 而下面呢 這個地方就是要 控制你的棒數到底要到多少 這個時候你把下面這個頭套再壓 然後旋轉它 當你的上面的參數呢 旁邊這個刻度 越來越高的時候呢 代表你的力量會越大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1 0.51 1.52 然後一路加到4.5對不對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假設 今天我們要做42.5 那我們會先把這個線條 一路跑到40 一路調到40之後呢 然後把它兜兜兜到40加上2.5 這個就是42.5 所以機械式呢 它雖然很直覺 但是它今天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假設第一顆螺絲 你要鎖93 第二顆螺絲你要鎖25 對它就麻煩在這裡 不過呢現在這種東西呢 很多孝雷娜它都看不懂 所以現在的孝雷娜呢 它們都依賴數位式的扭力板手 那這種有一星螢幕顯示的電子式扭力板手 它的原理又是什麼呢 電子式扭力板手呢 它又叫做數位式扭力板手 它的原理呢就是用一根鐵棒上面 黏上4片的Sensor 藉由4片的Sensor來測量鐵棒彎曲的彎曲度 舉例來說 當我們在施壓扭力的時候 鐵棒才會彎曲0.01度 也就是硬扭頓明 也就是說 Sensor會感應到這次板手的變形量 藉由變形量呢 轉換成電壓的差異 電壓的差異呢 用設計的軟體程式呢 可以把它轉換成 你跟我都看得懂的數字 而這個上面顯示的數字呢 就是扭力啦 而這相對來說 比以前的機械感 它的數值上 你要在選擇的時候 它會快速一點 再加上它的維修比較快速 然後你在使用上 操作上比較輕 所以電子式扭力板手呢 它會比較適合你的工種 是比較精細的 或者是你比較需要 多樣去設定你的扭力值的 或者是呢 在一些比較要求誤差 比較小的環境工作下 你都可以使用 不過相對來說 電子式扭力板手 它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 價錢貴一點 不過大家都知道 身為開國工廠的 或者是你有員工的老闆 就算你有再好的SOP 再製定再好的數據 都會有你的小的員工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做Custom的 定值式扭力板手 什麼叫定值式呢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我們全部都說10公斤 那你就跟這間公司 order就是我全部都要10公斤的 那它就能夠固定指數 上面沒有東西可以調 如果你要調整呢 你就是捅他屁股 這個後面呢 有一個 一根調整工具 不過通常這個東西 你的員工不會拿到 只有你的組長 或者是你的老闆會拿到 你就不會遇到一些無聊的員工 每次之前你也亂挑亂挑 那機械式扭力板手到底 戴起來的感覺是什麼呢 你雖然看它常常一根 它也不會叫 調到你要的扭力值 然後一開始 鬆的咧 鬆 咖哩咖哩順暢的聲音 這一下 動下去回彈回來的時候 這就是你的扭力值到 這就是機械式的手感 那電子式的特色呢 就是當它快到的時候 它會很像倒車雷達 然後再來是它的手 會告訴你一個震動的感覺 當它震動的感覺出來的時候 那就是到了 所以在數位式扭力板手呢 它的反饋的形式呢 它其實跟機械式就會有所不同 那它在最小最小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做到 三牛肚米的扭力控制 那最大最大呢 你可以做到 兩千牛肚米的控制 兩千牛肚米的扭力板手 通常你用到這麼大根的 數位式扭力板手呢 它都會用在一些 大型的公共工程上面 比如說 高鐵啊 捷運啊 可能未來的一些練油井啊 不過你不要看它這麼大隻 它這邊 也是有電子儀器的啊 那兩千牛肚米大概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也就是說 在通常這一根 兩米長 那旁邊 需要用一個 100公斤去壓它 做這樣子的槓桿行為 就大概就是兩千牛肚米的力量 就是下一代的 數位式扭力板手 它其實是 能夠把它的數據傳到雲端上面的 也就是所謂的工業視點 都可以用數據去調出哪一個人 做了哪一件事情 所謂哪一台機器 發生的意外 你可以直接單一式的 找到問題的源頭 那究竟為什麼 以前這樣子老師傅 隨便鎖都可以過日子 那現在你要搞的 什麼都要數據化 什麼都要電子化呢 其實這個東西 你可以回溯到 當年工業革命的時候 當時發明了蒸汽機 它並不是造成了工業革命 而是如何把一個東西做得精準 做得精確 或者是把你的品質做得更好 那個才能夠讓你進到下一個時代的新的工業革命 所以我們期許 經過這一集之後 大家每一個人 對你從你家的索羅斯的小工廠 或者是今天你只是幫人家組裝一個機台 甚至是幫人家做加工代工 你都能夠更在意你的品質 或者是你都能夠更在意 你的東西都是用什麼樣的基準 而去交代你的態度的 這也是超越真少年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點喜歡 這樣我們才可以拍出更好 跟更多的工業指示給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相關的問題 你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來問候我們 問候我們 總而言之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你要射什麼意思喔 我要射喔 我射喔 給他扭開喔 他也沒開啦 白溪喔 喔 他怎麼開 等到他的力量倒點的時候呢 他就會像按摩棒一樣 就 還是你要別的品牌 Nokia是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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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高中的時候 我們在考試啊 然後我就會 假裝用那個聲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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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教官就起來 誰手機 然後我們就比他 然後那個人就被抓出去了 反正總之就是類似這種 手機震動的聲音 就是告訴你 到了 好久沒有拍木工了 我覺得我們之後幾集 應該可以 趕快來平均一下我們的工業站立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好 下次見